哈囉大家好我是龍月 咳咳 今天呢我想要開一個就是 minecraft的生存地圖來玩 當初會想了蠻久的就是要不要做這個系列的 到後來就是 嗯就是來做這個系列了 好的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遊戲 呃單了遊戲 那我們先創造一個新的世界 那這個世界的名稱呢我應該會取作 對簡單來說就是我這樣地圖應該會玩蠻長的一段時間喔 總之先以100級目標吧 然後呢我們遊戲模式就是生存嘛 更多世界選項啊對 生成世界種子馬的話 我們還是稍微挑一個種子馬來打好了 就是 之前會有觀眾一直問說我的種子馬到底是什麼 那各位看好囉 我的種子馬就是這個了 嘿 這個就是我的種子馬 那接著的話應該是 不用挑 我們就直接開始遊戲吧 喔這裡是雪地耶 然後 欸等等等等等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那個這個是什麼 喔喔喔 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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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極熊 這是北極熊欸 哇我們也太幸運吧 這樣這個種子馬一看出來就是北極熊 那北極熊的話好像 我沒記錯他是會攻擊忍的吧 就是 如果你打他的話 他就是會想來打你有沒有 有點恐怖有點恐怖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不是故意的 然後 哇這裡好多北極熊喔 我記得北極熊應該算是 蠻罕見的 幹嘛幹嘛幹嘛 喔他他有帶子 難怪 喔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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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那我記得北極熊不是蠻難見的嗎 我這樣直接 直接一張種子馬開出來會不會有點恐怖啊 好啦沒關係 那我們就是 四處逛一逛 所以我雪地感覺就是蠻難生存的欸 畢竟我這樣子望野望去就是 除了北極熊之外 好像也沒有牛和羊 也沒有竹蠻雞對不對 就是一些 其他的動物都沒看到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這裡是 森林是不是 松樹林 好啦沒關係 反正 既然是松樹林的話 我們就開始生存吧 首先就是 養蟲蛙樹開始 喔然後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 這個長兩個高 這是雜草嗎 不知道這個會不會掉 不知道這個會不會掉就是 種子欸 小麥種子 好像不會 好然後我們拿到這些木頭之後 我們就是 先 先 看什麼什麼 嘿 工作台 然後 我們先做一把鎬子出來好了 畢竟鎬子能夠挖石頭啊 如果我們要將石頭 就是升級成石製的 那我們就必須先挖石頭 就是我們可能要稍微挖一點石頭出來用 喔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新的石頭 鎬山岩 是說石頭可以拿來做成石鎬 那鎬山岩那些可不可以拿來做成鎬山岩鎬啊 應該是不行吧 不要有這種腦洞大開的想法好了 可是我覺得如果能夠做出這種鎬山岩鎬的話 應該會蠻酷的 好那我們收集16個石頭之後應該 基本的工具應該都做出來 我們就是稍微做一下 好的那我們就是 呃再看更多的木頭 其實我不知道這種山木就是 它會不會掉蘋果欸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1.15都沒有 雖然在1.11.2這個版本呢 它好像走路的話是不會掉飢餓值的 所以說應該會耗的蠻少的 可是 這代表我們不能夠扣血你知道嗎 就是連摔傷都不可以 好像只要一摔傷的話 就是 保持度會開始扣 呼呼 好的那我們拿了一些木頭之後 我想要先四處逛逛欸 因為 呃現在是白天嘛 如果我們不利用白天逛的話 晚上就不能逛 晚上會超危險的 首先就是 呃 我想要看看北極熊能夠掉什麼東西 只是我們 只是我不知道打不打點北極熊 我記得北極熊好像蠻強的 嘿 它好像 看來它不會跳是不是 喔 嘿小北極熊 它什麼東西都不會掉嗎 還是 還是剛好沒有掉而已 抱歉 小傢伙 既然我將你的母親殺死了 我就會負起責任的 來來來 我們就是 住在一起 等一下等一下跟著我走 欸欸欸不要回去不要回去 你要去哪 好沒關係 我們就是 呃 先 先挖個 血狙之類的東西吧 就是啊 呃 挖個臨時的避難小屋 然後 將它安置好 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就是 稍微在這裡 嗯 避難一下 不是避難 稍微在這裡一起生存吧 今後我們就是好朋友了 雖然說我是你的 殺母仇人 可是 在你能夠成長到 擊倒我之前 好好的活下去吧 啊 對我們沒有那個木炭欸 挖這麼深的話 其實 嗯 沒有火把也沒有用 我們就是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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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熔爐出來好了 然後就是 先 先拿木鎬 燒出木炭來 喔 亮亮的 有了木炭之後就是繼續燒 有了木炭之後就是繼續燒 因為我們 目前不需要那麼多的木頭 喔 等等等等快要晚上了欸 我相反其實快要晚上了 我們的北極熊好像 比較喜歡上面這裡是不是 好吧 那就是我的 攤門熊了 接著我們的木炭應該燒得差不多了 就是 先拿一點木頭 然後做門好了 我們就是要避免購物跑進來嘛 這邊 這邊放門是需要的 這樣子 這樣子 喔 等等等等 怎麼會放這樣 嘿 然後他一次會做三個門 其實還沒挺方便的 然後我們有了木炭之後呢 就是 呃 先做一些火把出來用好了 16隻 嘿 嘿 嘿 那 我們的北極熊應該會感到害怕 所以說 我們在這附近給他點亮一點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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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毒是不是 就是不知道哪一個版本新增的 流毒 那個是 村民薑屍兩隻欸 有點想要引誘他們 然後下雪 這這麼寒冷的天氣裡 我們穿著這麼單薄 真的是 我自己都覺得冷了 你知道嗎 喔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太可怕了吧 還好我的戰鬥能力還是挺強的 我們在晚上的時候就是先不要儲蓄好了 我們先在地底下收集一些資源 就是看能不能挖到鐵礦之類的 鐵礦煤炭什麼的 不能的話其實我們 不太能夠生存你知道嗎 畢竟我們的煤也是會用完的 這樣不斷的消耗他的煤炭 其實 是很不治的選擇 各位知道為什麼我要挖三個寬嗎 因為啊就是 如果你 挖兩個寬的話 那你下降的 那你往下的速度會變得很快 那往下的速度很快的話 火把消耗就多 所以說你挖三個就是 比較好找東西 然後火把的話就是 會比較盛量 喔喔 然後 我們的鎬子不見了 稍微出來 逛一逛好了 前面有一隻殭屍走過來了 其實這邊還蠻危險的耶 那 那在這個版本的話 我們好像被摸到就會 開始扣寶石度的樣子 你看有沒有我們已經扣了 喔 又哭一塊 這附近感覺還是要多插點火吧才可以 抱歉 抱歉沒有保持好距離 等等我看到有人在射我 有人在射我 有人在射我這不能打啊不能打啊 太危險太危險了 我們還是 乖乖這得等到早上好了 嘿就是 我們就這樣看著外面等到早上 然後啊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耶 我發現啊就是 雪花的樣子其實每一片都不一樣耶 他有一些是十字的 有一些是一個點 有一些就是 嗯 叉叉 也只有雪能夠讓我這樣觀察啊 雨的話就沒辦法太快啊 然後有些雪會飄到湖裡面去 各位有發現嗎 他就是 會穿過 會穿過那個方塊 快到早上了 我已經感覺到 天色已經開始變亮了 喔好像差不多早上了耶 我們出去看一下好了 我主要是想要把我們的北極熊給帶回家啦 不然的話 他將我不放心你知道嗎 北極熊 奇怪北極熊不見了 哈囉北極熊你在哪等一下 算了我們下一集再說好了 那我記得剛剛不是附近有 流觸和殭屍死掉 有有有 我記得流毒這種東西他會掉攻堅 然後這裡有兔子耶 唉唷 看來我們的食物來源 已經有了喔 好那我們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這 那如果你喜歡我影片的話 可以在下方點一個喜歡 不要忘了好訂閱 有什麼建議的話 也可以留言在下方讓我知道 或者是到我的粉專私訊我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 呃 不錯 我可以選好 真的嗎 謝謝 還有 陳古力